今日,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消息不断,首先,美国仅期宣布是440亿美元升级美军核武库。 这一动向被二阶解读了,美国依旧在朝着全球霸权的道路上积极准备,在现今世界限制核武器浪潮下,美国逆势而动,令国际社会感受到了更多的不安定因素。 另一条消息,美军最新的一款核武器B6-112核航弹,已经完成了不同战机投掷试验,准备在2020年投入量产。 这一新式武器的扩产,意味着美国将继续扩大其核武库。 除了在扩大核武库方面有着巨大贡献吧,B6-112核航弹更大的价值,就是降低了美军使用核武器的门槛。 为何B6-112核航弹可以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呢? 与人们一直以来对核武器的影响不一样。 通常我们认为核武器威力巨大,使用必然会带来几万,甚至数十万人类的死亡,是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 但这款B6-112核航弹却不同,其个头非常的小,在美军信义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上都可以挂载。 目前的资料显示,B6-112核航弹头的当量,大约在300吨到50千吨之间,当量可依据需要进行范围内调节。 与此同时,B6-112核航弹,为了弥补核当量的减少,其对于精度进行了精心设计。 B6-112核航弹将传统航弹具备的内置降落伞取消,采用可动式制导为一组件对航弹的轨迹进行灵活扫整。 该航弹的制导,当时未观醒加DPS,一系列的精心设计,使得这款航弹的命中精度,从之前的110到180米,达到目前的5到30米。 如此高的精度也控制了核武器爆炸后的污染范围,但是,需要注意的是,无论其他用多么先进的科技来减少核污染范围,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。 美国在竭力的为其核武器使用降低门槛,想利用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来减少常规武器的巨大开销。 结论就是,虽然美国目前财政危机重重,但其依旧没有收缩势力范围的打算,扩展核武器虽就是最好的例证,B6摇摇二和毫弹间巨战术和战略核武器特点,因此其满足朝鲜部署到条件,还可以挂载到F35的内置弹舱中。 随着F35的全球部署,尤其是在欧洲方向,北约组织使用的狂风战机以及F35都可以挂载这款核航弹,可以说,美军如此部署对于俄罗斯来讲,无疑是巨大的威胁。 在东北亚方向上,这款B612核航弹也同样具有威胁,其服役以及量产值的高度警惕,随着美国的核大棒变得越来越轻,越来越顺手,世界许多国家,包括中国,都应该及时想出克制的办法,时刻警惕这款武器的部署动向。 另外,美俄角逐平平将核武器挂在嘴边,在这样的形式下,我国核武器力量电视也应当加强,利润张扬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专载,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